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晚宣布,以下令美军联合英国、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,进行精准打击, 以作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回应,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晚宣布,以下令美军联合英国、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,进行精准打击。 以作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回应,特朗普宣布与英法联合精准打击,叙利亚大马士革传来巨大爆炸声。 在特朗普宣布空袭叙利亚后的一小时,美国国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称空袭非常成功。 此前,有针对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以西15英里远的基地进行空袭。 据报道,该基地曾团放化武,美国防部称,空袭该基地是为了最大程度打击叙利亚化武能力,并且该基地与平民距聚点距离甚远。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,今晚的打击计划已经完成,目前没有更多的计划,特朗普宣布对叙进行精准军事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晚9时发表电视讲话说,他刚刚下令美军对与叙利亚政府相关的化武设施进行精准打击,他同时指责俄罗斯需对叙出现化武袭击负责。 特朗普说,美军针对叙利亚政府的打击将会持续下去,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7日据称发生化武袭击事件。 美政府13日表示,美方已掌握证据证明,叙利亚,日前在东古塔地区实施了化武袭击,同时指责俄罗斯政府的不作为。 美方指责遭叙利亚政府否认,叙利亚,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了侵略。 央视新闻直播截图,新华社记者14日凌晨,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,听到空中传来巨大爆炸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